好的 李慧弟兄 欢迎您可以这次抽出时间来接受我们采访 您应该说是整个安提阿系统 包括神的宏伟计划 是在华人教会当中传播最早的一批先驱了 所以今天就非常荣幸 跟您讨论一下神的宏伟计划 让我观察到我们自己有在学 也听说有很多的教会 现在都在学习这本书 那您觉得这个神的宏伟计划 又叫大故事 它这个课程是一个关于什么样的一个学习 你们采用一个什么样的学习方式 有什么特色 很高兴今天有机会 能够交流这些方面的内容 的确我是接触神的宏伟计划 这个材料大概是17年18年吧 它这个书是16年出现的 那它是作为整个安提阿系统学习的一部分 在接触这个材料的时候 我就注意到呢 它是有一些很重要的观念 或者是它的预先假设的 比方说第一个它有 它一开始在引言里面 它就引读这个路加福音24章 应该是四十几节那地方就是讲到耶稣跟门徒去一马五十的路上 然后那里面有两节的经文 它讲到说耶稣就把摩西的律法 门徒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繁殖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 然后它以这样的经文做一个影子吧 来阐迷一个要点就是说我们圣经的这个旧约 神有一个清楚的安排和计划 是针对全地的 当然特别后来是拣选了以色列人 来展现这个计划 所以换句话说 耶稣如果这么样来描述旧约的话 那包括路加本人在写路加福音和使徒新传 这两个是姐妹片上下册 也在阐明就是说整个新约的发展 特别是使徒新传所体现的 整个教会的建立和整个神的这个心意的展开 包括伴随着保罗在各个地方建立教会的同时 也是给各个教会写了很多的信 成为了新约的很重要的一部分 所以他沿着整个这个逻辑这么样下来的话 神一直是有一个权地的安排和计划 他是关乎整个人类被造生存和得救 到最后完成神的使命的这么一个过程 所以说他是有一个心意 有一个计划 甚至可以说是有策略在背后的 所以我们作为基督徒需要来认识 神的这个心意和宏伟计划和策略 以至于用这个蓝图来作为 安排我们生活家庭工作服饰休闲的指南针 或者就是说我们也应该融入到这个计划 所以这是第一大点就是他有很根本性的这个观念和称他为说这是他的前提 如果我们这一点就不接受 那学这个材料就比较艰难 第二个他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和前提 就是说在整个西方社会 当然从某种意义上 西方社会对整个基督教的影响也是非常非常深远的 现在的文化呢大众的看法基本上是以科学世界观为主导 换句话说呢科学已经为我们人类解决了很多很多根本性的问题 相信科学 当然信仰也不是完全归零 但是呢他被挤到了一个角落 比方说个人得救就好了 所以通常基督徒看自己的生活呢 放眼看去基本上这是分五列 工作归工作 家庭归家庭 子女教育归子女教育 休闲归休闲 教会归教会这样 所以呢那你如果处在一个四分五列的状态 就很难把这些部分呢 都跟神的这个心意跟计划柔合起来 然后对齐 那你一个人如果某些部分跟神的计划好像接的不错 另外几大部分跟神的计划接不上的话呢 他就像一个马车 他有几匹马是往一个方向 旁边几匹是往别的方向 那个车是很难动的 或者被拉的四分五列这样 所以说呢这个长久下来 大家就会觉得说 我不要再去考虑生命的根本意义跟答案了 我也不见得能够找到一个唯一的一个回答 能够把我的整个生命和生活都来整合 一旦我们人从想去知道答案到最后说 可能没有答案 或者觉得也没有必要再去这么样做的话 这就过了一个很重要的红线 那就是所谓我们现在所谓的后现代的特点 就是这些问题要么没有答案 要么答案太复杂 没有一个群体的一个人类里 作为整个群体有一个目的跟一个历史进程 这些问题根本就没有答案也没有必要知道 所以说保证个人得救就可以了 这个一旦进入到这样一个范畴里面的话 它就更助长了一种观念 这些方面干脆就算了 我刚才讲到就是说圣经其实是说有答案 而且这个答案是真正决定我们生活蓝图的一个框架 但现代文化又说不要再去找了 根本没答案 或者找到答案的话也搞不清楚 那这些我们人就生活在这样的一个挤压挣扎里面 所以神的宏伟计划像这样的材料 一方面它是希望借着理解圣经 让我们从圣经里面得出这些答案出来 另一方面呢 它又针对我们现在生活在后现代的这样一个挑战里面 它希望能够帮助我们来理顺 到底怎么样去对接上然后整合在一起 材料从内容上来讲好像不多 十课大概七八十页吧 或者一百页好了 乍一看呢 有点像是我们在教会里面 诸位学学的圣经纵览 从创世纪亚伯拉罕到摩西到大卫 到耶稣到国度的开启 到教会到国度的完全降临 这个就读起来跟这个 我们通常讲的圣经纵览差不多 但很不一样的就是说 它是因为针对了我们现在这个社会 特别是后现代的思想 给人带出来这么一个比较根本性的挑战 然后一直回到神的这个全盘的计划跟策略当中 然后不断地问我们这个问题 如果我们接受了圣经所开启的神的计划和心理策略 是这个的话 我们的生活安排工作 是不是跟他在对提 他不断地问这个问题 所以说在学习过程中 他有几大块 一方面是要去明白圣经 然后从中得出神的关于计划的具体描述 跟策略的具体描述 另一方面呢 借着这个自己的反复的思考 要不断地对照自己 第三个方面呢 就是借着很充分的跟一个群体交流 来联系我们现代的生活实际挑战 来讨论来互动 然后求圣灵在这个过程中 使亮光使能力给我们带出突破 非常好 就是从您刚才这个分享来看 您觉得这个是目前华人教会面临的比较普遍的挑战 是不是这样 是的 而且我甚至根据我有限地对西人教会的一些了解 包括我自己孩子 他们成人乱 然后也去过了不少西人教会 记得跟他们频繁地交流 我觉得这是一个 是一个整个现代社会或者教会 不管你是华人还是西人 都面临的一个问题 就是因为我一直在教 我就去最近有一个人的作业 他已经信主至少15年了吧 搞不好更久 他很追求 也很认真的一个人 他就说呢 他多年一直想明白神的旨意 而且很想明白神在他身上的这个旨意 那圣经中关于神的旨意 你如果比方说去查询索引 说神的旨意 尽管也不少这样 但是呢 这些年他这么追求 思考下来呢 总感觉他还是就知道一些细节 他继续没有一个大方向 所以就借着这种宏伟计划的这样一个的学习呢 他就是把整个这个方向和架构就理清楚了 所以说呢 那这样的话呢 就对他联系他生活的各个层面 就不再像以前那样是十分五裂了 然后每一个跟另一个之间 然后跟神的这个大计划之间是怎么样对接 就开始知道怎么做了这样 所以我感觉这个 这是一个非常普遍的一个现象 就是说大概几个方面吧 就是一个呢 就是说我们从接触福音进入信仰开始呢 就偏个人化 比较强调个人得救 强调新主之后要好好传福音 这从某种意义上 我们又把一个个人得救的福音继续传下去了 当然这个个人得救是非常的根本关键 但是呢 关于整个信仰的描述 是从一个个人的角度进来的 然后最终落地 目标也是关乎到个人 所以这个跟后现代 整个的这个观念是息息相关的 这样 另外一个呢 就是说多年的基督徒下来呢 就大家积累了很多的细节 但比较缺乏说有一个整体的架构 能够把这些细节 很好的结合起来 就有点像是形成一个大图画 就有点像是我有时候打比方 就像就是小孩子们玩的拼图 你可能有几百个 每一片都很不错 五颜六色各种不同的形状 可能每一片也都有它的价值 但是当我们把每一片都把它拼起来 成为一个大图画的时候 它体现出一个更大的价值 一个更根本的说 这个图画是要干什么 是在这个大图画里面 能够看得更清楚 第三个我是觉得 我们面临的教会 通常面临的一个挑战 就是因为缺乏这样一个框架 在实际生活里面 就没有一个架构来承载 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 就像我刚才提到的 就是四分五类的状态之后 长久下来 大家就会失去一些信心和盼望 就主动地过了一个分割的生活 所以总结讲 其实这个也是值得我们基督徒反思的 世界特别是恶者 他有意无意地不断把一个分割的现状 呈现给我们 甚至要造一个车 他也说最有效的方法是把它分成几百片 找各个公司来做各个小片 你更不要管别人 别人是干什么 然后你最后把它组装起来就死了 所以社会不断给人强调的是说 没有一个群体的终极目标和意义 这个是非常微妙suttle的一个信息 你可以讲你个人的目标和意义 不管你给自己定的目标是什么 可能帮助他人 或者是成为祝福 可能是功成名就 可以是身体健康 可以是家庭 其乐融融的 这些都没有问题 别人不给你 你可以自己找自己的终极目标和意义 但他言下之意是说呢 你不要去找群体的终极目标和意义 所以你自己去找你自己的就可以了 群体你是第一不要找 第二你要找你也找不到 后面这个观念 一旦更生低谷的话 就跟神对权地和人类历史 是有一个计划和新一个目标的 他其实就已经把技术给拿走了 大家长久下来也就说 没必要去找群体了 我就找我自己就可以了 所以这个信仰的生存空间 就被挤压的含消了 所以神的宫伟计划这样的材料呢 就希望让我们可以看到 神不仅对我们个人和家庭 个人的计划心理 更需要放到一个群体 比如说全地的大计划里面 相融合才能够真正地实现 神在我们身上的托福 因为您刚才提到两个非常重要的概念 就是您说这个架构啊 包括这个总体的这个picture 在我们通常我了解到很多教会的弟兄姊妹 不能说他没有思考过 或者说有过这样的装备 比如说很多这种弟兄姊妹 他们通过系统神学的学习 甚至专门去装备这个 那如果从您的角度看 您觉得这个神的宏伟计划 这个学习系统神学 可不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呢 或者说其他的这种学习材料啊 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 我自己的体会就是说 系统神学和圣经神学两个都需要 才能够把神的宏伟计划 比较全面地掌握 这两个是不对立的 我稍微解释一下吧 就是说圣经神学这个词比较大了 但是呢基本上他是强调说 我们要从故事里 历史啊时代啊人物背景 来定位作者的意思和神学思想 所以换句话说 像我们最开始讲到 在路加福音24章 他特别记载了这么一个 耶稣的跟这两个门徒的这段经历 然后耶稣说的这段话 路加作为作者之一吧 他是受圣灵感召 这么样的写出来 他是有他的意思和他最后 想要表达的一个思想意图的 但是呢如果我们说 你看啊 借着路加写这一段 我们就得出说 神是有一个计划跟心意的 整个旧约里面 他有一个安排 指向了基督耶稣这样 系统神学就可以进来 比较帮助我们 来具体明白 这个基督 他的一个全备的含义 因为光从路加福音那一段 上下文里面的话呢 他只是强调了某一个部分 这样 但是呢 这个对于我们把握路加的意思 是非常关键 再举个例子 就比方说 神的宏伟计划里面 他强调了第一世纪的教会 是怎样 逐步被神建立起来 因为第一代的使徒 最开始的时候 并没有完全理解说 基督升天了 但是采派圣灵下来 他的计划是准备建立教会 最最开始的是 没有这个观念的 然后但是接着 使徒行传的记载 你可以看到 跟随圣灵的带领 然后就发觉说 教会是神 在他们那个时代 完成神的计划的根本策略 这个观念 这个结论 你可以从 使徒行传和保罗书信里面 看得非常的清楚 但是具体关于教会建造里面 很多的内容的话 信用神学就可以变得很有帮助 因为它常常会有好几个章节 叫做教会论 它就是把圣经中 关于教会建造的方方面面 它不是以故事跟历史背景的形式 而是以真理的形式把它表整出来 所以这两个部分有机的结合起来 来去看的话 就一方面从这个历史的发展 知道说神的心意计划 和策略界的教会在实现 那系统神学就可以帮助我们 更全面的来认识 这个教会的建造的方方面面 所以在我看来 真正的要把握这里面 很多和关键性的内容 这两个是多不可缺 那您觉得就是这个 神的宏伟计划这个学习 它是不是适合 就是所有的弟兄姊妹 那您觉得分别对大家来说 有怎么样的一个帮助呢 这是很好的问题 我想我把这个问题稍微调一下 因为我的经历吧 就是说这个材料呢 不同阶段的人 不管是初信 还是信主多年的弟兄姐妹 还是牧者都可以学 但是呢 学的方法不一样 不同的族群 不同的阶段这样 当然在讲方法之前 我要再次强调前提 就是说进入这个学习的人 一定有愿意和认真的心 他真的是要学的 而且呢 也愿意完成所有的课程要求 特别是做多业这样 就不能够把它当成一个 就是我戴的耳朵 听一听这样 就算了这样 所以我说不同的人 他的学习方法要做调整 比方说对初信者好了 也可以用 那带他的人呢 就可能要考虑慢一点 仔细一点 因为他圣经还没有读过 他信主了 重生得救了 然后有新的生命开始了 带的人可以把这个材料 想成一个 奠定一个基础的一个过程 那可能是走的就可以慢一点 然后潜一点 让他建立起一个基本架构 和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 我顺便讲一句 就像这样的材料呢 大家千万不要把它想成说 我学一遍懂了 然后这个过程就结束了 恰恰反过来是要多变 但不见得是紧接着多变 而是说可能隔一段时间 再来一遍 隔那么几年再来一遍 甚至交一遍这样 我觉得这样的话呢 他才能够真正变成一个 引导我们自己生活成长 一个圣经的框架 所以说 所以回到这个初信的 这个采用的方法很关键 目标就是让他对 纵览圣经有一个认识 然后开始打下基础 对圣经已经读过一两遍 然后有相当的了解 几个大块有了解的话呢 那这样的学习会帮他说 各个部分是怎么接起来的 然后提供一个什么样的框架 然后以后怎么样在这里面 把它积累继续地成长 那我发觉说 可能最有果效的是 处在挣扎中的人 就是他是在信仰上是认真的 而且他已经 幸福有相当的年份 但他已经进入到了 相当的思考 然后也对于教会 对于信仰生活 对于福音 对于社会 都有过观察跟思考 他进入一些挣扎 这个的学习呢 就帮助他深入的反思 重整 这个我发觉是 我特别在学习过程中 有这样的弟兄姐妹的话 我是非常的感恩 就看到他们在经历 这么一个挣扎和思考的过程 然后重新看到 神的心意的权备和深邃 和积分人心 当然我是也强调 就是大家要一起学 有许多的交流 它是关乎一个群体的 所以特别希望是群体一起学 那就是我很好奇 像您刚才讲到这个 对信仰挣扎当中的人 您说17年已经接触这个 到目前为止 大概都是带过什么样的群体 这些弟兄姊妹 他们这个学习的效果怎么样 大概四年多吧 如果没算错的话 大概至少七八次 把它全部过了一遍 以各种形式 对 就是要么呢 就是对象都是牧者 要么呢 就是有追求的弟兄姐妹 要么的是年轻人 然后还有一次是我自己家人 还有一些 就是把它变成讲道材料 这样一年什么过下来 所以算算加起来 可能七八次这样 在不同的群体当中 整体反应的话呢 应该是说都是正面的 也就是说很有帮助 特别是我刚才提到 因为大家生活在这个时代 或多或少都已经被 科学主义后现代的 这么一个影响 而且这种分裂现象 是很严重的 而且这个在个人和群体 这个平衡上面 是很适衡的 就是基本上个人突出 群体很薄弱 所以这个是一个 很关键的一个过程 帮我们重新来看 神在怎么样有机的 把个人和群体是结合起来 而且是在一个群体中 实现他的这个信誉跟计划 基本上我都是要求大家做作业这样 他借着这样的学习 他明白了神在群体中的 比方说在教会中的心意的话 那他们再看待教会 就不再是教会归教会 教会活动归教会活动 家庭归家庭 家庭安排归家庭安排 子女归子女 子女有他们要做的事情 现在他就把他都用神的心意 跟计划结合起来的话 那这个比方说教会 就是由众家庭组成的 他不是一个单独的个体 他就是一个众家庭的集合体 我一方面又是这个教会 众家庭的成员之一 又是自己家庭成员之一 那以至于自己家庭里面 所做的一切事情 夫妻之间关系 跟长辈的关系的处理 跟下一代关系的处理 也就代表了教会的 这么一个彰显 那这个教会的彰显 也就代表了神国度的彰显 那这个就是本身的心意 跟计划是很紧密的相结合 所以这是同一件事情 但是有几层的含义 夫妻之间是怎么样 处理夫妻关系的 一方面影响到了 夫妻两个人 也影响了他们所在的家庭 也影响了他们所在的教会 影响了他们所处的社区 也影响了整个神的国度 同一个事情 有四五个方面的影响跟含义 所以这个观念 一旦有机理形成 他们的这个主导思想的话 它就不再是各个segment 一片一片的 而是能够把它整合起来 所以说呢 我是觉得 我是鼓励在信仰路上的人 不管你出在什么阶段 都可以进入到这样的一个学习 然后隔一段时间 也有一个反馈反复 当然我也想强调就是说 英文有个词叫silver bullet 不是说你这一个子弹解决所有问题 不是这个意思 但是呢 这个是在我们进入到一个新的历程当中 一个很重要的一步 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帮助吧 所以说呢 学习了以后呢 可以帮助我们不断地有很多的调整 进行到一个新的阶段 特别是与教会众弟兄姐妹们一起来成长 非常谢谢李辉弟兄 就是最后如果有弟兄姊妹 他们对这个感兴趣 华牧现在有这样的班吗 或者说怎么来进入这个学习呢 也很好 这个华牧学校 现在就开始了嘛 今年三月中下学这样的 那其实我知道 你跟沃利牧师有带一个班 特别是针对年轻人 就是好像是大学生和研究生 这个人影状吧 我们这个关于这个安提亚系统 和结合这个当代的一些的挑战 华人的一些特别需要的话呢 也有一个班叫信仰当代和智慧 那里面呢 我们会有这个关于大故事的学习的安排 所以如果弟兄姐妹对这个方面 很感兴趣的话 可以请他们去到这个 华牧网校的这个网站 然后跟我们联络 看下一期课怎么开 我们另外一个做法 特别是在我们当中 有稍微大型一点的团队服侍的领袖们 他们可以自己组建一个学习小组 比方说二十来人左右 那这个对于他们整个团队的自身建设 然后能够同心合一的来领受 神在这个阶段在他们身上的这个待领 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过程 大家一起学习 一起来反思 一起来实践 说这些学到的内容 怎么在他们这个团队里面被应用出来 那我们也故意像这样的团队 我们可以单独地为他们开班 然后一起互动 所以这两个方式都可以进行 非常谢谢李辉弟兄 我觉得您刚才分享的这个 一定会对宗教会 弟兄姊妹都会有所帮助 好 谢谢 感谢主 谢谢 谢谢 谢谢